那我们继续开发这个注册的接口 就是模板中这个API User Rejector 我们传入 DudeName Password General 这一些 在开发这个之前 我们先到控制台里面 我们去看一下当前改的 我们先把它提交一下 因为内容已经比较多了 内容已经比较多了 其实我们开发注册和登录这一张里面 其实花的时间比较多 到现在为止 也只开发一个接口而已 就是前面我们做了很多 解释模板相关的 以及比如说增加 Controller增加Service等 这些框架相关的工作 所以说这个地方按理说 应该是我们 把框架打起来之后 我们就应该提交一版 然后这次开发完 那个是否用户没存在 这个接口再提交一版 所以说我们应该提交两版 大家自己开发要注意 就是Get Commit这个东西 就是应该是你做一个功能 就提交一个功能 所以说不能最后再提交 经常按照这个单个功能 原子性的去提交 就行了 所以说我们这儿 虽然上次是有点忽略了 对吧 那我们这儿就一块补上就行了 就是开发 Az Exist 这样就很清晰 对吧 这次提交就是开发 这个Exist的这个接口 之所以这个Commit中文慢 但是因为它要进行 代码格式检查 没问题的话 就直接就提交上了 好 提交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Pose一下 这个分支 这个分支Pose的远程去 它肯定就丢不了了 对吧 大家如果是在下我的代码的时候 就是在学课程中 可以下载代码 也可以直接去拉取这个分支 拉取这个分支 看我们本章的内容就可以 OK 那我们回到我们的代码中 那我们要开发这个API 对吧 开发这个API呢 其实就是跟我们之前开发 远轰面是不是存在 那个地方逻辑是一样的 首先我们要打开路由 打开API 然后users 这个时候我们已经留好了 对吧 就开发一个Reveader 这么一个接口就行了 然后我们要把那三个参数给拿到 这个参数应该是和前段约定好的 对吧 不能有大小鞋的一个差异 远轰面运码 还有这个性别 好 还跟刚才一样 就是RequestPose的这个数据 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拿 就ctx.request.body来拿 然后这样的话 我们其实就可以调用什么 调用这个controller里面的方法 然后直接去返回就行了 所以说我们这儿呢 跟上回一样 我们这儿还是留过坑 对吧 我们先暂时保存一下 留过坑 打开我们的controller 相应的我们挺的也是要增加一个 叫做register的这么一个方法 就是作为我们的控制器 好 一样的就是我们还是需要一个ebo的 为什么需要ebo的呢 因为入测嘛 本质上就是一个插入数据的过程 就是叫操作数据库 对吧 既然操作数据库呢 肯定就是避免不了一步 对 register 然后我们接收一个参数 是一个对象的参数 我们解构出来之后 里面呢 有user name password 还有这个fanner 就是那个用户名 其实这样接收有什么好处呢 这样接收的话就是 当我们去调用这个register的数 我们这三个参数的顺序 可以互换 就是我们没必要说 非得按照这三个参数的顺序来传 到时候我们调用的时候 我们再说 如果是一个函数中参数比较多 要超过两个的话 就是三个或大于三个的话 一般是用这种 解构的方式来去传 它其实接收的参数是一个对象 对吧 但是呢 把对象解构出来之后 我们就要 形容这三个属性 好 别忘了把这个register 给它输出出去 然后我们这儿 也别忘了写注释 好 大家看注释里面 就是有个panomers0 panomers0 其实就是这个东西 对吧 所以说我们为了注释 看着方便呢 我们可以把这每个参数 都给它解开 就是自己写一下 第一个三个name 第二个参数 password 第三个参数 真的 好 unim肯定是strain类型的 对吧 真的应该是一个 number类型的 性别 我们再加个注释吧 1 1是男 2是女 3是保密 对吧 就是三个 好 方法的描述是注册 OK 这就是那个reductor的方法 对吧 好 其实写完这个之后 我们第一步要干嘛呢 第一步当然不是注册 我们第一步 还是要像这样一样 把它直接考过来 我们要获取用户信息 如果用户名已经存在 就跟这个逻辑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就return一个什么呢 return一个error model 就跟这个地方是一样的 error model那个信息啊 我们得从哪找 我们得从那个 看一下 从那个model里面的这个error info来找 对吧 OK error info来找的话 这个里面呢 之前我们上一节 只有这么一个东西 就是1003的这个 优惑名不存在 优惑名不存在 在这么一个信息 然后其他的这些呢 是我刚才刚加的 其实因为在这里呢 你一个一个创建啊 挺费劲的 对吧 因为这个东西 它也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它就是一个体力活 就是一个配置 所以说我们为了讲课方便 也为了节省大家的时间 我们就把所有的 已知的这些配置呢 我们都把它放在这个地方来 随时用呢 我们就随时去这儿 去找一下就行了 对吧 我们没必要说用一个 就写一个 这个挺麻烦的 因为我们直接去这儿 拷贝一个 那肯定是要比写 要慢一些 对吧 如果一个一个写的话 挺慢的 而且这个地方 没必要一个一个演示 我们演示完一个之后 大家就知道怎么写了 没必要一个一个去写 但是这个地方 我考的时候还拉了一些 第一个拉了这个的注释 注释我们要写明白 就是优惑名不存在 还拉了一个什么呢 拉了一个优惑名存在的 优惑名存在的往哪放啊 就是我们这个地方 注册的时候 我们要判断优惑名 是不是存在对吧 那如果优惑名存在 我们就直接给它打回去 就是说明优惑名存在了 你就不要注册了 就这个意思 好 优惑名已存在 那我们就把这个沾过去 然后把它名字改改吧 就叫UterName ExistInfo 然后这个地方正好是个001 优惑名已存在 这是我那个提前准备的时候 这个地方把这个给拉下了 所以我们这就补上 好 总之吧 反正这个ArdonInfo这里面呢 所有的这个 我们要返回错误信息的 这么一个配置 它每个都有一个ArdonInfo和Message 然后每个的编码呢 都会不一样的 这个编码呢 我们也可以和前段约定好 说什么什么就是什么什么的编码 然后可以把它放到一个 我们的文档中 对吧 好 总之 反正我们随时又错误一返回 我们随时上这来取 如果是像这个 我们想要的没有呢 再随时加上 这样的话就不要节省时间嘛 对吧 好 我们把这个拷下来 然后引用过来 其实我们之前已经引用过一遍了 所以说我们直接放在这就行了 OK 那 好 那返回 这个地方写个注释 叫用户名已存在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是实现这个注册功能 对吧 就调用这个service的接口 实现注册功能 好 我们暂时保存一下 我们把这个ArdonInfo也关了吧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地方需要解释一下 就是我们上一节已经做 isExist的这个接口了 就判断用户名是我存在 那我们这个注册的时候 为什么还要判断一遍 对吧 其实大家想一想 你做的这个接口是给谁用的 是给前端用的 对吧 比如说前端是需要在用户名输入的时候 直接去判断一下 这个时候他没有开始点注册 用户名在刚输入的时候 就要判断一下 他用户名是不是存在 提高用户体验 对吧 这个是你做给前端用的 那前端如果不用呢 前端有权利选择 不用这个API 对吧 你提供给人家 人家可以不用 对吧 也可能是故意不用 也可能是忘了 或者是怎么着 也可能是出发过来之类的 反正有可能是 不用这个接口 那不用这个接口 他注册的时候 他有可能会提交上一个 用户名已存在的 一个用户名来 对吧 所以说这个地方 还是那句话 后端不要相信前端 你自己该怎么做怎么做 所以说我们注册的时候 一定要把这个流程 给他弄严格一些 对吧 弄严格一些 就是用户名这个地方 对吧 用户名已存在了 我们就不让他注册了 哪怕是在这个地方 也检测了一遍了 我们在这再检测一遍 也无所谓 对吧 这样的保证 这个数据的一个 完整性和安全性 我们服务器多做一些计算 这个都是小事 好 那这样呢 注册的时候 检测了用户名已存在 还有一个地方检测 就是在我们的猫道里面 大家记不记得 这个地方 有那颗的处 也要说我们 如果注册的时候 我们这一步没有 万一来了一个 用户名已存在的 去体验到数据库 这一层面了 就体验到数据库 这一层面 到这个层面了 他还有一个保底的方案 就是我们的数据模型里面 对吧 让他有那颗的处理 就是让他是唯一的 如果你插入一个 已经重复的 那怎么样 我就直接给你抛错 对吧 后端就直接报错了 所以说 我们在这个 controller这里面 做这个处理 也是一个 用户名比较好的 如果是用户名重复了 至少还能给他 反过一个 比较友好的信息 对吧 就是比较可多的信息 如果这一层没有 我们真的到了 数据库这一层面了 那就不是反过 一个友好的信息 直接就报错 对吧 直接就后端报错 前端什么都看不见 可能直接前端一个500 那个错误就蹦回来了 然后用户什么都看不懂 所以说我们 算是有三层的 一个保理方案 第一层就是这个 前端用这个接口 去判断一下 然后第二层是在 注册的时候 在控制器这边判断一下 第三层就是数据库里面 我们彻底去保证 数据的统一和安全性 对吧 每一层 它就都有每一层的意义 每一层也都是应该做的 这些不算是冗余 OK 说到这儿呢 再看看这个 小业务逻辑 我们在做上一个 判断用户名 是不是存在的时候 业务逻辑 我们说没有 对吧 它确实没有嘛 直接就调用这个 三位层的这个 干脆的音范 对吧 它就没有 那我们这儿就有了 我们看一下 注册的时候 我们不是直接调用注册 我们先判断一下 用我们的是否存在 再调用注册 那这个算不算 邮逻辑 对吧 那这个逻辑 就应该放在 controller里面去实现 那这个逻辑 我们不能放在路由里面 去实现 路由里面 它就专门做好 它路由自己的 百分之十就行了 接触参数 解析参数 最后反弧结果就行了 把所有的事情 都交给控制器来做 控制器来实现 自己的优惑 OK 那我们也算是 横向的和这个图比较 以及前后的和 我们上一节 做的那个接口来比较 总之我们争取 把这个东西 给大家讲的清楚 讲的明白才行 对吧 所以说我们要一边 一边写的代码 一边去讲 那我如果是 把代码洗完 把代码给你过一边 那都是省事 对吧 但是你这个图 你看不懂了 对吧 好 那我们继续吧 这既然要到service 那我们就到service层吧 对吧 找一下 这个名言多了 还不好找 好 service层 service层呢 这个地方肯定是 要再加一个方法 好 这个方法呢 就是我们可以 service层 它是一个数据处理层 对吧 数据处理层 就不能叫注册 就不能叫 register这个名字 注册是一个 很右的名字 那数据层 这块应该怎么叫呢 应该叫create user 创建用户 对吧 这是一个很数据的名字 就是什么时候 我都把它说成一个 把所有的东西 都出现为一个增判改查 就是增判改查 在数据层 那这就是个很数据的名字 所以说每层的名字 这都挺有学问的 就是你要贴近 这层的本意去命名 不能是在这一层 按照这个数据层去命名 在这一层 按照这个要物的名字去命名 这样就不行了 OK create user呢 我们看一下 需要参数啊 这样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接触的 参数比较多 所以说我们用一个 对象的形式去包裹 然后和这个地方 是一样的 我们接触的 肯定是有有的name 对吧 然后有prost word 然后有gender 对吧 我们默认等于3 默认等于3 其实这个默认值 数据库也有 但是我们这个地方 还是要自己加一个默认值 nickname 好 nickname这个东西 在我们这个注册的时候 它没有对吧 它没有传nickname 但是我们的数据层 还是要加 因为数据层 它只管自己的数据层 对吧 我加上之后你不传我 我可以再做别的处理吧 但是我不能保证说 credituser这个东西 一定是专门为 这个register服务的 对吧 它也有可能是 为别的这个控制器 去服务的 所以说别的控制器 有可能会传上nickname 我们数据库里面 也有nickname 所以说我们这个流行 必须要加上 加上肯定是没有错的 对吧 好 图示 这也一样 这它识别的参数 因为我们这个流行 是一个解构的形式 识别的参数 就是一个整个的参数 所以我们要给它解开 我们可以慢慢写 注册用户 不能叫注册了 这个叫创建用户 对吧 然后第一个参数呢 比如说是strin 然后它是user name 对吧 用户名 好 然后我们就这样 按照这个格式 一块考一下吧 第二个参数呢 是password 密码 第三个呢 是number 性别 对吧 第四个呢 是strin make a name 好 昵称 昵称 OK 这样我们就可以开始写了 创建用户 创建用户 我们可以定一个result 就是返回值 然后avit 我们直接用这个user user就是我们之前引用了 Cyclized的这个数据模型 这一号里 所以说我们就直接去 使用这个user 就是create 就是我们之前学那个Cyclized的创建 好 这里面呢 我们看一下 这里面的值 肯定是要和这个mono 到里面的值 对应好 user name password nickname gender picture 然后city 对吧 这两个不用传 因为这两个它可以为空 对吧 上面这些我们都写了 alone name 等于false 就是不能为空 所以这两个我们可以不传 让它是为空的就行了 好 那我们这就写上 创建的是user name password 然后 nickname 然后 gender OK link name 它有可能不传 对吧 像注册它就不传 不传呢 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这做一个logic处理 就是nick name 我不管你传不传 如果传的话呢 我们就用nick name 如果不传的话 我就用er name 代替 这样就行了 对吧 一个三言美大事 有的话就用 没有的话 我们就用er name 去代替 这肯定也没毛病 对吧 好 创建的时候 它反回的就是 反回整个的创建后的 这个结果 我们直接return 这个results 次dr get values 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的创建 好 不要忘了输出 OK 这就是创建 对吧 在service创建完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在controller里面去引用 在这个地方写上就行 好 引用过来之后 我们这个地方就可以交用它 就是直接去进行注册就行了 对吧 OK 那创建数据的时候呢 我们经常用个package去包一下 它有可能会发生一些错误 对吧 毕竟是插入数据 对吧 好 await create user 好 这里面呢 我们看一下我们要传什么东西 传东西其实就是这几个参数 对吧 那我们就用的那目传 用的那目传一下 哈斯沃的传一下 在那传一下 就完了 OK 这个执行完了之后 我们就直接去return一个什么 return一个new success model 这里面我们什么都不用传 因为注册成功嘛 它就 注册用户 它只需要返回一个成功 失败就行了 对吧 不需要传一个什么数据 我们只要掉用这个new success model 它一定是返回一个成功的值 为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的定义 success model的经历 它已经定义了 erun number等于0了 erun number等于0 比前端来说 它一定是一个成功的值 data可以是空的 data什么都没有 没关系 只要erun number等于0 前端就可以认为 它是注册已经成功了 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 只需要返回一个new success model 就可以了 如果cat有什么异常情况呢 我们就直接返回一个失败 对吧 erun model就可以了 失败嘛 那肯定是有一个message 就是有一个erun number 有个message 对吧 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得去找一下 需要用哪个信息去返回 然后打开那个model error info 这里面 有一个注册失败 这个地方大家去自己写 或者说直接用我的代码 就可以了 那个编码是1002 注册失败 请同事 好 我们把这个靠过来 然后在这儿去引用一下 OK 当然异常这个信息 我们也要打印一下 console.error ex.message ex.stack 就是操户站 cash不获得异常信息 因为我们把message 打印一下 把这个stack 打印一下 然后就可以了 对于这console.error 我们到时候怎么用 我们在客户最后讲日志 日志里面会有一些 错误日志会怎么处理 就会把这个地方给讲到 就是说所有的console.error 都会连那个地方去讲 就是我们讲 我们在上线之后 这种比如一常 错误日志 我们到底怎么去汇总 怎么去处理 这些 所以这儿你就认为它 在本地开发环境下 就是它如果出错了 我们就直接去打印 一个错误信息就好了 OK 大家看register这一块 就是controller这一块 全是一个什么 全是一个业务信息 业务信息 判断用户能力是不是存在 创建用户成功了 失败了等等这些 失败了之后 返回什么样的失败信息 全是业务信息 然后我们再 把这个 回早 到这个路由里面来 这个register方法 引用过来之后 我们这儿直接去 调用controller返回 就是c ctx.body 复制成 await register 然后我们把这三个参数 给它传进去 大家换个行 可能会比较好一些 好看一些 好 保存一下 我们看一下 有没有问题 特别是这种 一步调用的方式 是不是都写了 这个很容易就忘记 像这个地方 async的函数定义 以后 这个async的函数定义 和这个await 这个地方 大家一定要多注意看一下 很容易就会忽略掉 这个关键的信息 我们还有一点没有说 就是我们一开始说的 这个定义函数的时候 我们用这种方式 以及在service里面 我们用这种方式 就用解构的方式 有什么好处 好处就是说 我们拿一个举例子 比如说 register里面 我们调用service的时候 我们传参数可以这么传 对吧 就参数比较多的话 比如说三个参数 或四个参数 或者更多的参数 我们是用这种方式 这种方式的好处就是说 我们参数的顺序 是不受限制的 我们用的内容 可以放在这 用的内容 也可以放在这 这个都没问题 就这么写 或者刚才这么写 在这里面 这样都可以接收 因为它是什么 它是结构的一个 对象的一个属性 对吧 所以说对参数的顺序 没有影响 那如果是你 就像平常的这种方式来写 就是这种方式来 接触参数的话 就直接裸在外面 接触参数的话 那你的参数顺序 就写错了 那可就坏了 对吧 参数顺序写错了 那我们这个地方 先接收优势的内容 结果你传个password 那对应不上了 所以说 当几个函数的参数 过多的时候 比如三个 或三个以上的时候 我们就用这种方式 去定义函数 然后就用这种方式 去传递参数 明白了吧